自宠 月坛天后 梅艳芳病逝之后 他的家人 尤其是梅妈秦美金 以及大哥梅显明 每隔几个月就狂刷存在感 出没在香港法院等地 一心夺回梅艳芳的遗产 两人可谓屡败屡战 网友都为他们感动 封他们为遗产界的寇 寇是指行业内有坏语权之人 平常所说的红人大V 此处网友有讽刺之意 今年6月 梅妈再次扑诉 每月20万港元的生活费不够花 接音扣除了基本的生活开支之后 她只剩下9万港元 此前 梅妈曾要求一次性提取梅艳芳 按月给她的遗产 总共7000万港元 但遭法庭拒绝 有妈的孩子向各保 64岁的梅启明在梅妈的保护之下 每天过入悠闲的生活 近日还被港梅 拍到在餐厅喝红酒池串烧 生活费 当然是留给妈妈去处理呀 我只是个孩子 今年10月10日就是梅艳芳的54岁继承 前段时间 梅妈因为想租地方成立 梅艳芳国际纪念馆 而跟业主白运琴爆发骂战 因为一般的住宅不能用于商业 对方拒绝支持违约金 让94岁的梅妈高呼 被欺负 每次正常官司都会 陪伴在妈妈身边的梅启明 在梅妈筹备 梅艳芳国际纪念馆的时候 却离奇消失 让妈妈一个人没此奔波 当梅妈被欺负 她也不见人影 8月8日 香港一本八卦周刊报道称 梅启明多年来不用工作 却一直有房子住 有钱花 老婆跟儿子的各种生活费 更是完全不用她操心 钱从何来 大家想想梅妈 每个月的20万港元生活费 上周 梅启明被周刊 拍到独自在五星级酒店 大堂的酒吧 一边喝红酒 一边吃串烧牛肉 期间更与服务员聊天 看起来像是说客 这顿一个人的豪华晚餐 梅启明结账时给了400多港元 然后就慢慢步行回家 梅启明对饮食要求比较高 几年前 他身负破产令 本营结一缩时 却被媒体发现去跪下海鲜收好餐厅 豪吃鲍鱼 西班牙火腿 白酒 当时 有记者是店没请名了解 为何破产还有钱好吃鲍鱼 他这样说 抽奖吗 餐厅一周年 之前我路过进去喝了一杯东西 参加他们的抽奖活动 抽中了我 拿到了500元礼券 所以就去吃了 很幸运呀 估计除了梅妈之外 全世界都不会相信她吧 另外 一个月前 梅妈与梅启明去茶楼吃点心 梅妈先到 叫好了一桌的点心 然后梅启明衫现身 吃门 结账的人自然是梅妈 这样的儿子 实在太感人 2012年梅妈被颁破产令时 根据法律 每月12万港元的生活费 需由破产信托人分配 经分配后 梅妈的生活费 每月剩余3万元 要将司机与庸人辞退 当时 梅妈曾向法庭 申请要求取回12万元生活费 还说出惊句 每月只得3万元挨得好辛苦 法官拒绝梅妈申请的同时 还指出 你说很辛苦 你每个月有3万多港元都说辛苦 香港有几百万人比你更辛苦 2016年4月 梅妈的破产令解除 生活费马上恢复到每月12万港元 之后她声称日子难过 要求 遗产信托基金 加零用钱 法院又在委坛增加至20万港元 每个月20万港元的生活费 对于一个老人家而言 其实一点都不少 但梅妈除了满足自己的生活 还要照顾儿子梅且明一家三口 梅且明与太太长期失业 20万就有点紧张了 梅妈每个月领取20万元生活费 到她百年归老之后 信托基金就会将剩余的钱 捐给慈善团体 去年 梅妈向法庭申请一次性提取 5500万港元生活费 但被拒 今年在接再理 继续提出同样要求 申请在现存7500万港元的 信托基金资产中 提取7100万港元 再遭法庭拒绝 法官指 梅艳芳的初衷是希望妈妈可以过安稳日子 而梅妈的生活费 已经由每月12万增加至20万 根本没有必要以此国提取 认为暗月发放筛是梅艳芳遗嘱的本意 梅妈必须尊重梅艳芳的安排 梅妈秦内金 曾经是一名中医 丈夫早逝 妻后创办 锦霞歌舞剧团 一共育有两子两女 但其中三名已先后因癌症离世 长女梅艳芳在2000年4月因此宫颈癌病逝 其后梅艳芳也因同一病于2003年撒手人寰 R's and maybe